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本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 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平競掣,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講一下愛爾多安作為北約的壞孩子 今次又出來是有些挺霸氣的言論 究竟說什麼呢?愛爾多安先生 他原來就說 我們跟俄羅斯兩個國家 已經向有需要的非洲國家提供免費糧食 同時他也批評西方 就說西方是可恥 是羞恥 為什麼呢? 一方面 經常 就說 世界上 很多人 都有這個人道危機 但是 一方面 對於非洲民眾的糧食問題 莫不關心 又好像是 他沒有罵錯 愛爾多安就說 是我和普京達成協議 在我們的會談當中 我們同意向需要的國家 是免費贈送糧食 我們 將確保 省莊糧食船隻 抵達 目前正在受到嚴重糧食危機和飢荒的國家 現在他 是拿了一些道德高地 我們都做了一字突發 想不到 我以為他撐到陷一陷 原來不是 這招 其實 我現在想想想 會不會故意的呢 讓你很失望 以為真的很糟糕 他不理會那些國家 結果 他就轉了身 不是呀 我們還給免費糧食給他 說真的免費糧食的量 不是很大的 但是 起碼他也有得說 是吧 因為西方沒有做 那麼他就說 你們沒有做 我們做 是吧 那麼 愛爾多安也說自己還會跟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討論這個倡議 另外 愛爾多安也宣佈他打算 在即將舉行的主義十峰會 提出 向非洲國家 供應糧食的問題 與此同時他更加 向西方的 一些國家 發難 批評 喂 你們這些國家 整天 就幫人家上課 上這些叫做 人道主義的課程 開口埋口就人權自由 但是 那麼多年 非洲的饑荒問題 好像事而不見 你們應該 感到一種羞恥才對 那麼他也說 幾百萬人 受苦 就被忽略 在非洲尤其是索馬里 因為 沒辦法獲得面包 有人就走了 好無辜他們 真是令人心碎 有些人說 他是不是亂說 假裝 但他真是有餐 你不能說他真是做了 是吧 非洲 亞洲 拉丁美洲 對於他們來說 是有價值的 因為有廉價勞工 大量擴產 好像黃金和石油 我們看到 一種 將歐洲定義為花園 將世界其他地方定義為草界的心態 為什麼呢 他說的 是一個很殘忍的現實 這個也是現實 你想想我們的稀土 他都 拿去你們大馬加工 澳洲不會在自己的家門口製造 擔心 弄髒自己的環境 記得嗎 之前 還有 我們 不是把那些垃圾 拿去印尼 是 他不會在我們本土製造 其實西方國家 有時候就是不公道 為什麼呢 你經常譴責人家 為什麼你那麼多污染 你不想想那些污染是哪裡來的 就好像他們說 中國碳排放量很多 那些產品買到哪裡 所以 不公道就是沒有用 當然 愛爾當安也說 這種語言 還有 顏色 應該是 人 還有 是個別來劃分人類 的扭曲觀點 就是使我們世界現在變得那麼亂 愛爾當安也說 土耳其對於 歐洲的這種心態 和行為 並不感到 驚訝 但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 在俄乌戰爭之後土耳其 其實西方 美國不敢對抗他 因為很重要 他也知道自己的重要性 所以這麼有霸氣 你記住美國也要讓他三分 現在 剛剛的消息也看到 土耳其也說 芬蘭和瑞典不行 暫時未夠條件入 這個北約 說真的 他一句話真的很重要 不是說笑 也只有他才有這樣的霸氣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重要性 你想想立陶宛 他也有霸氣 不過自己霸自己 哈哈 自己霸自己 沒有人聽你說 走開吧 不就自己大聲叫 找一些台媒 什麼老三 什麼事的媒體去找你 你也可以找那些媒體報 是嗎 愛爾多安 也說 經過他們的滑船 令到 俄羅斯重回 黑海糧食協議 土耳其在俄烏兩個國家 其實就是最積極滑船 和對話的渠道國家之一 俄烏兩個國家代表 到今時今刻 最後一輪 的 談判就是在當地時間 3月29日在土耳其 伊斯坦布爾 也是最大城市 但他們首都在安卡拉 伊斯坦布爾 是一個千年的古都 一個很偉大的城市 有機會一定要去一去 在 伊斯坦布爾那裏舉行的 但是 澳烏的 戰爭談判 有很久 真的有很久 因為澤利斯基不肯談 但馬Sir說得對 其實又未到的 是令到 他們 一定要逼到雙方回到談判桌 因為大家都在等冬天 看看冬天動不動 另外經過兩個月的滑船 當地時間7月22日 在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和土耳其總統 可以多安的見證之下 其實我雙方 在伊斯坦布爾 也簽了一份 恢復 烏克蘭糧食經黑海出口的協議 這份協議是為了降低全球糧食價格 緩解日益嚴重的糧食危機 也是 自從俄烏衝衝突以來 俄烏雙方首次公開簽署的協議 另外 因為之前 在 10月29日 凌晨4時20時 烏軍出動9架無人機和7架無人的 艦艇對黑海艦隊的船隻 以及 塞瓦托斯波爾基地 停泊的民用船 進行了這個攻勢 令到 俄羅斯就說 不會 是不續簽這個黑海協議 是無限期的 暫停這個協議 不然 在埃爾多安的滑船之下 恢復了這個協議 埃爾多安就說 多得我啦 我和普京關係不錯 他有些辦法 這個也是現實 有那句說那句 他真的有些辦法 當然他經濟搞得不太好 最新的經濟數字 都顯示了土耳其的通脹 又是百分之八十幾 這個愛爾多安經濟學 很厲害的 全世界加息 他就是減息 你不減息 每次說土耳其的通脹 我都覺得很匪夷 十幾巴仙 人家十幾二十巴仙 已經叫救命了 是啊 八十幾巴仙 還說 我們減息周期 已經過了 下個周期不知道什麼時候到 沒有啦 不過 他經濟 叫埃爾多安經濟學 我覺得是相當不濟的 但是 你說在 大國之間的滑船 納粹當中生存 這個 埃爾多安 是真的有些辦法的 嗯 之前 亦都是想著 看有沒有辦法推倒他 又是推不了他 說起來 埃爾多安 其實原來 剛剛就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伯格有會談 根據土耳其總統府的聲明就說 雙方說了 歐浩戰爭 土稀 和希臘的爭端 以及 土耳其 芬蘭 還有在瑞典三邊被忘錄的相關議題 在瑞典和芬蘭入北約的問題上 埃爾多安就說 土耳其批准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的速度和時間 就取決於國家採取什麼措施 根據相關的章程 其實 土耳其 就現在卡住了他 匈牙利就說 年底可能就會批 現在土耳其是未對 瑞典和芬蘭加的北約有任何的送口 你要想一想 你要想一想 另外 這個 一個很重要的聯盟 就叫做阿拉伯國家聯盟 他們 也開了會 其實 跟土耳其有點相似 就是 北傑盟原則繼續 和對俄烏戰爭的取態 相當謹慎 都站在中間 這個 阿拉伯聯盟會議就在阿爾及利亞首都舉行 第21屆 通過了 北傑盟原則 對於烏克蘭問題 阿拉伯國家 其實採取相當謹慎的立場 好似這個阿盟的秘書長 蓋特 他就呼籲 要保護到 不受外部壓力的干涉 亦不受極端主義者和民兵組織的威脅 他也說 阿拉伯世界共同的安全問題 包括糧食安全 衛生安全 水源 安全 還有 能源安全 能源安全應該沒有那麼危險 阿拉伯很安全 說話嗎 埃及 和蘇丹這個國家 請求阿拉伯聯盟 針對他們和 埃塞俄比亞之間 有關尼羅河水域和上游建造 復興大壩的分歧 是給予支持的 埃塞俄比亞台灣地區 是伊索比亞 你是不知道什麼國家來的 聽不聽他 我要問一張伊索比亞的機票 哪裡啊大哥 你說什麼啊你 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 在港島俄烏戰爭的時候 所提到的主要都是 食物和糧食安全 好像阿爾及利亞 摩洛哥 這兩個前法屬殖民地 埃及 都是 烏克蘭和俄羅斯穀物 還有化肥的 進口大國 另外 他們 都是採取中立的立場 第31屆阿拉伯國家聯盟 其實就尋求大家 阿拉伯國家有一個 我叫做共識團結 不過很多重量級的領袖就沒有參加 這個 沙地 王初 武漢密德本實立 有沒有派代表他 有 還有約旦國王還有摩洛哥國王 都是沒有親自到場的 不過也不要緊 我覺得 反正 有個共識是 現在沙地阿拉伯都是中立的 你 不中立也不行的 因為他們有些都是 依賴 俄羅斯的良識 你沒理由是 完全不理會 是嗎 說回伊斯坦布爾 我也去過 一天 不是太多 其實 它是一個很偉大的城市 為什麼呢 因為它 是橫跨歐亞兩地 亦有無數的歷史古蹟 三座大橋就飛越 我們之前說的 歐洲必加 必爭的兵家之地 就是 博斯普魯斯海峽 總共有 1800萬人住在兩岸 貨輪和稻輪 每天都是穿梭不斷 也有遊艇、小船 岸邊也有 古城 當然 他們 也是千年的古都 最初他們的 歷史文化抵運是很強的 由拜占庭開始 拜占庭的時候 他們的建都就是 君士坦丁堡 大家都知道 延續了千多年 留下很多古羅馬的遺跡 後來 被鄂圖曼帝國 攻佔了 就改為伊斯坦布爾 成為首都四百多年 當然 以前這裏就是歐亞財富和商人的雜散地 所以 人家說土耳其人 因為兩邊的文化都吸收到 所以他們很懂得走在中間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東西文化的交互點 老實說 愛爾代愛貌似都是把這種東西發揮到極致 我又不會跟你西方是反面 是嗎 但我有空又撐回你兩句 其實他也知道自己的重要作用 所以 他們就知道 在 甚麼時候 做些甚麼 就 相當重要 大家如果去伊斯坦布爾 就一定要去下他們的 古城 就是 索菲亞教堂 大家去一去 相當是宏偉的地方 你很難估計過千年前 有些 這麼厲害的建築物 好 當然 土耳其你說 會不會跟普京大大有貼得好 但他又會 站得遠一點 即是 這個愛爾多安他聰明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說他審時度勢 很好聽 他也看得準 這位阿哥 你怎麼做了那麼久 對啊 可以說他有時候見風洗台 審時度勢也好 見風洗台也好 因為他 跟美國撐得很陷害的時候 他又懂得退一退 好像之前他買了俄羅斯系統 後來他也 不用了 所以 你說他是不是 甚麼都很強硬呢 我又覺得他是很用腦 也知道自己優勢和劣勢所在的人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再見